十七車 又十五人 四拳任務完畢 高雄特搜隊支援零四零三花蓮地震 整隊歸來 我們深深欲鞠躬向大家表達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四隻搜救犬 緊貼零犬人腳鞭 元氣滿滿 這一回救援現場 其中一大亮點 就是這一群敬業的毛小孩 除了獲得加菜金 零食 玩具不能少 小孩子才做選擇 陳其邁伸手摸摸Roger的頭 完全不為所動 繼續啃玩具 但也畢竟他已經老了 然後等搜救回來的時候 他要跳上車子的時候 有一點暖假 大人認真發表 八歲的Roger也忙得很 不用五分鐘就把新玩具拆了 冰淇淋布偶被咬得免續四散 搜救犬Roger從幼犬時期 就有破壞王之稱 幼兒呆萌照片也曝光 咬住玩具歪頭 兩腳站立看遠方 表情動作被記錄 超可愛 上山下海訓練過程 Roger每個步驟 都很到位 其實他當搜救犬前 曾是企圖犬 因為活潑好動 無法盡興秀文 2017年被淘汰 轉行當搜救犬 高級測驗一舉奪冠 一千二到一千五平方公尺 瓦力堆十五分鐘內 找到三人 成績超優秀 有一些因素 我可能沒有辦法給你養他 我是希望說 他可以到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認養環境 因為他是一隻 非常活潑好動的狗 把麥克風當玩具球 一口咬住 讓Roger瞬間爆紅 不過已經八歲的他 不年輕 出任務 有時也必須靠特搜隊員 協助才能攀上爬下 花蓮地震 巡人建功 已到退休年紀 未來將可能不再衝鋒 縣陣推舉二線 現在新聞 胡錫吳惠山 黃大衛 高雄報導 搜救犬汪汪隊 扮演沙卡當步道 搜尋重要角色 威爾森聞來聞去 專縫系找到游家婦女 讓搜索進度 往前邁進一大步 無論哪一隻搜救犬的腳上 全都沒有鞋子 他穿鞋子可能會妨礙他腳掌 對那個地面財質的那種感覺 搜救犬Mina完成任務 回到高雄 其實連穿鞋子也要訓練 會沒有辦法散熱 因為他散熱的地方 只有腳底跟腹部 然後他們其實也不喜歡 行動被受到阻礙 因為這個觸地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 比起沒有穿鞋子的時候 穿起鞋子的Mina 走起路來 似乎還有點卡卡 搜救犬到底 該不該穿鞋子 專家來解答 平地 我們可以讓他穿鞋子 那如果擬擬 像這隻土石流 跟著那個就是那些大崩壁 瓦礫堆 你讓他穿鞋子 第一個 他抓地力變不好 他平衡感不好 他那個平衡變不好之下 他容易摔傷跌倒 決定權交給林犬員 依照搜救的地形來決定 網友發起搜救犬羅傑計畫 進一步爆料 目前真的沒有完全適合高強度訓練的搜救犬 能穿的鞋 提到廠商設計時會考量數量和利潤 好鞋關西道的除了腳底保護 骨骼平衡抓地力強度等都是關鍵 跟著林犬員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汪汪隊在花蓮強陣搜救過程扮演重要角色 穿鞋子搜救犬的職情安全 備受關注 三天新聞南部綜合報導